就是要解決,就是XML這個原來錄製程式的錯誤啦 其實錄製過程呢,雲端上其實有截圖啦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能不能用你Sale內建的功能來處理這個XML的檔案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看,基本上在從檔案裡面就從XML 如果沒有,那很抱歉,你變成你還是要用那個VBA程式來寫 變成說你只能用寫程式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能夠只是單單用那個滑鼠鍵盤就可以解決 那如果有的話是最好啦 所以這可能,但也不可能強求每個同學都是最新的版本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可能是在學校,我覺得在學校好像會都是最新的版本 可能因為那個微軟對於那個學校單位都特別優惠 這個好像優惠,等於是給的價錢都會非常低啦 因為可能是教學運用 還有公務機關好像相對會有一個折扣 可是對企業好像就沒有那個折扣啦 變成你一定還是非得要花錢來買 那基本上的話如果你有這個功能的話,那當然幾個步驟 第一個的話當然你就是點選從XML,第二個的話就是點選你要的資料 OK 那理論上像這個資料我們點下去之後啦 我是PM25這個,XML你可以把它檢視一下 那理論上當然點下去喔 那個Jason是直接跳開變這樣這樣 可是XML其實他理論上應該是把資料下載下來 所以變成一個XML的一個檔案 那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可以把這個檔案直接按右鍵 可以把它開啟 那我的習慣會用那個Edit Plus Plus開 如果你沒有的話你可以用那個記事本來開也OK 只是說你打開之後啦,他會變成像這樣子 光看其實就眼睛會很花啦 不過如果我看一下他有沒有辦法折,他已經自動換行 但如果你今天喔,我是建議你可以裝那個Nordepay++ 你可以Google查一下Nordepay++ 那他理論上會好看一點 頂多是說有顏色 那他這個地方前面會有個宣告 他的版本 然後他的編碼,encoding 他的編碼方式UTX8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他的頭 其實有點像是他的一個 這個UTX,就是他這個這個 有點像樹幹 然後他底下的話就會有個叫DATA 這個DATA的話有個頭 這個叫TAG 他的標籤一定有個頭 然後尾巴一定有一個結尾 結尾的話一定斜線加一樣的標籤名稱 那裡面的話,底下的欄位名稱 有點像他的葉子 所以樹幹 樹枝 樹葉 那樹葉的話總共每一個每一個總共有五個欄位啦 所以你會發現 他會有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資料 然後再來就結束一個DATA 然後再換下一個DATA 所以如果聯想起來的話 這個DATA有點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類似一列的概念 一列,橫向一列 OK 然後呢外面這個東西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 一個資料 一個工作表 OK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了可想而知 他的這個標籤名稱 也不斷重複 Size有沒有 那底下又一個Size 而且他有頭有尾 所以其實 如果這樣算下來 假設跟CSV的檔案格式比較的話 他的檔案絕對會大 可能大很多 OK 為什麼 因為他頭尾的標籤 其實也是算在這個檔案 裡面 所以其實可能 甚至會大到兩三倍的 這個 這個容量 也不意外 那好處就是說他可以很 很快的直接載入到那個資料庫 但缺點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檔案會不斷的 這個膨脹 會 相對會比較佔空間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這個檔案呢 我希望把它 直接用我剛剛提到的那個方法 當然我們之前做的方式 因為他的來源變動了 所以我們假設要重新錄製的話 一樣嘛 就是錄製一個劇集 如果假設你不這麼講究的話 我看一下我這個名稱 這個我好像有 這個是 我這一個 OK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蓋掉啦 不然的話就是說你可以先錄製另外一個 因為我剛剛講最大關鍵應該是只有這個地方 會需要變動 其他應該就不需要變動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這個可能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這邊應該會需要把那個連線給關掉 所以 這邊的話 連線的部分 查詢這裡 OK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會有一個 一個連線 的面板 OK這個再找找看好了 因為我旁邊這邊應該會有個面板 這個面板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直接關掉 就是在這裡 資料裡面的查詢 查詢與連線 這個面板就出現了 那當然你如果要做重新錄製的話 他這邊也會顯示 所以理論上這邊已經告訴我們原因了 OK這個原因 有沒有 這個type 出現錯誤 OK所以我們重新錄製來觀察 大概會比較準 這個先把它刪掉 按右鍵 先把它刪掉一下 OK 然後我們再重新 來過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就是重新開個工作表 那我們就一樣開發人員 然後錄製一個聚集 聚集名稱也許我先不改好了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一樣 我們就利用 資料裡面的 從 xml 這個 檔案 xml 然後呢 給他 這個 連結部分 那這個連結的話 我是放這邊 OK 所以這個連結把它複製一下 那複製之後貼上啦 不過可能還是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 他這邊可能 你貼上的連結的開頭 所以按一個home鍵 確定一下前面有沒有多一個TAB 之前 複製有時候會多一個TAB 造成無法開啟 把它開啟 那這樣沒有這個問題就OK 打開之後的話呢 他會去幫你做解析 這個xml檔案呢 他 裡面的結構 標籤是什麼 他會幫你解析 變成一個表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幫你偵測到了 裡面的話 基本上有很多的data 那data實際上 就是有點他的列 這個列 打開一下 是不是長這樣 是的話呢 你就直接載入就可以了 那載入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這邊當然會有個查詢 那如果你要將來要修改 你可以按右鍵 再重新編輯它 所以他這邊 就是 做法理論上應該是 先把這個資料 從網路上撈下來 放在一個虛擬的 一個資料表裡面 然後再利用list object 去幫你把它 再查詢 查到哪裡呢 查到我們的 這個工作表裡面 OK然後呢 就放在A1裡面 當然呢 我最後會多一個步驟 就是再把它轉換為什麼 轉換為 因為他下來的資料 他會把它當成一個表格 那表格實際上 就當成一個資料表 那將來你在做處理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發生問題 出現錯誤 無法連線 再編輯一下 有了 OK 那可能是不是剛剛連線 比較不穩定 OK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關閉 並且載入 那這個地方應該理論上就會有剛剛的資料 那錄完 這個程式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那個 給停止錄製 這個好像失敗 可能再 所以把這個再刪掉一下 再來一次 這個一樣 拒息1好了 這不變 OK 然後 把它蓋過去 如果NG的話呢 就讓它重來 還沒關係 那一樣呢 到資料裡面的那個 從 CXML 然後把 剛剛的連結貼上 然後確定 號鍵按一下 也沒有 Tab 沒有按開啟 那如果開啟之後 它會幫你解析 這個 資料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 這個列 有 OK 然後把它按載入就可以了 那如果沒有狀況的話 它應該資料會下來 下來之後的話呢 記得轉換為範圍 然後 就OK按確定 好 那就完成了啦 所以我就把開發人員 把它停止錄製 特別注意喔 步驟 不要多 也不要少 那如果你NG的話呢 記得要重來 OK 然後錄完之後 停止之後呢 一般習慣會到聚集裡面 看一下 也沒有個聚集1 然後有的話呢 把它編輯一下 看一下 理論上它會跳到這邊來 OK 那你可以看到啦 其實我剛剛講 最有可能發生問題的 實際上就是 這個地方 就是 這一串 就是 add query 這個這一串 Formula後面這一串 所以 我乾脆呢 就把這一串 直接 複製一下 看看好了 我把它複製 然後 貼到我剛剛的這個下方 看一下 或者直接我乾脆把它 置換掉 就這一串 當然如果你要比對的話啦 一般習慣是把它 註解一下 這個是舊的 底下是新的 那你可以看到 從Formula這個後面 基本上這些都一樣 那可能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網址也一樣 那可能就是 在兩邊比對看看 看看有沒有哪個地方 它的那個 就是 資料形態 有做過變更 理論上是這個 這個type 那看一下 好像從這邊都 這個也一樣 那有哪些地方 這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 它本來是先 這個 這個欄位 然後它的形態 所以後面的話 是它的資料形態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先這個 現在改成就是先 PM25 所以他PM25 跑到哪邊去了 所以後面的話 變成他這個後面的資料形態 應該有改動了 所以細節 我想請各位 自己在比對 那如果這個地方 我只有把 那一段call過來 其他沒改 我試試看好了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沒問題 按F8看看 我重新再把它 執行過一遍 也就是說 我把原來 這個 什麼 Queries Add 這個後面的Formula 一直到尾巴 OK 你也不要多複製 那當然也不要少複製 因為少複製變成有些地方不完整 也會出錯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那 因為他的名稱也叫data 所以你可能注意一下 data 跟這個data 一致 所以刪掉沒問題 如果這個地方name的名稱 不叫data 那你可能兩邊要把它改成一樣 ok 刪掉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地方 理論上這邊 如果 也不會出錯啦 會出錯的話 他如果出錯 他會在這邊停下來 那這邊停下來是上面出錯 不是這個地方出錯 refresh看看 如果這個過的話 那表示應該ok的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以後啦 你這個 假設 程式出錯 尤其是這個refresh出錯 那很有可能就是這個公式 Formula 這個後面的東西 出錯 當然 你將來如果熟練的話 也就是你對於那個data的公式 假設很熟悉 那沒關係你自己再去看 你會發現你可以看出哪邊不一樣 那你再去自行 手動修改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 或者你 根本不想要懶得再去看那些的話 你乾脆重錄 把那一段call過來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底下的話 那還有就是說呢 因為我這個是精簡版 所以底下的話呢 就是會希望把什麼 把這個表格 資料表格 變成是 一樣 轉換為範圍 所以我後面寫的方法 就是list object 第幾個 第1個 把它unlist unlist 其實就是 等同就是 把它變成 不是 不是清單 OK 那就是轉換為範圍的意思 那你會發現上面的 這個也會取消掉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就是 把 如何把那個xml 或者是當然將來你如果遇到 然後 其他像是 Jackson 或者 csv htm 其實方法大體 都差不多 只要你看到是 這個refresh出錯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 上面這個地方錯誤的機會 會是相對比較高的 OK 那這個是第1個問題 這是 上禮拜同學也有提到 xml發生的 狀況 那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做完之後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假如 如果有些同學電腦也許不是最新的 那如果你要用什麼呢 用那個vba的方式 去把資料 roll進來的話 當然我底下有提供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 就是你先把檔案下載下來 那我直接去 抓那個檔案 到 這個 我的 這個 這個城市裡面 roll進來的意思 然後呢 再去解析它 另外一個寫法是呢 我直接從網路上面 我沒有存檔 我就直接 給一個網址 然後那個網址呢 再去 先把它直接先抓 抓下來的話呢 其實並不是 把它變檔案 而是變成一個 一個物件 OK 然後呢 這個物件呢 我再去解析它 兩個方法 所以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之前的錯誤 發生的話 那理論上這個我乾脆把這個 這個 錯應該是錯在 這邊這一行 所以其實 我待會會把那個程式乾脆補在 正確的應該是在下方 我乾脆直接把剛剛我的那個程式 對的部分把它複製 那我乾脆直接先貼到下方好了 我就不直接貼上去 貼到底下 那如果兩個 比較啦 或者你們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兩個比較看看 看看哪個地方 不一樣 試一下 對的